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特区开展特别行动 行动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 两人受伤 报道显示 14名死者中包括儿童 两名伤者是妇女 这名消息人士说 愤怒的当地居民 江埃富汉加拉拉巴德 是托克汉姆的公路 封锁了4个小时 该事员警方代表的话指出 有关方面目前正在就事件开展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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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